規格晏 Hello大家好 我是美顏 今天想要來跟你們分享 我去年一整年收藏的Vintage包包 這一集應該是一個收藏戰利品的一集 因為他們應該都不一定可以買到 我很喜歡收藏Vintage包包 或是老的包包的原因就是因為 它經歷過了這麼久的時間 終於移轉到你的手上 它比起去專櫃買新的包包 帶給我的故事感跟回憶感會更強烈 如果你給我新的包包 很可能我背一兩個月我就不想要了 但是如果我收藏的是一個老鄉 或是一個Vintage 不管任何品牌 是我想要的帶有故事感跟氛圍感的包包的話 我會想要把它當成傳家包 收藏很久很久 所以今天開箱的這些都是我去年收藏的 我都非常喜歡 它也都不是熱門的包款 很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終於收藏到了夠拍影片的一個數量 大家應該發現我真的越來越少買新的包包了 就是因為我整個很沉迷於買二手包的市場 真的有蠻多女生讀者會來問我在哪裡買 你可以私訊我 我會告訴你我在哪邊買 因為我真的很害怕 我以後競爭者會變多 因為這幾間賣家都是我真的買過 然後包包很不錯 賣家人也很好 目前我買到的都還是正貨 價格也算相對的很合理 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非常想買的話 你私訊我 如果你在底下留言我 我不會回答 第一個先分享的是 之前有拍過影片 我把它放在這一集的原因 是因為我這一集全部都是老的香奶兒 那個化妝包 跟大家傳統看到那個大C logo的 荔枝皮化妝包不一樣 它就是底下一個小格紋 我自己加了這個珍珠的把手 它最後配這個大顆珍珠 超可愛 然後你這裡可以自己綁上喜歡的絲巾 它前面有一個C的小Logo 我覺得它是相對比較低調 然後又比較好戴衣服 又不會太明顯 讓你看到一個很大的C 像這缸的化妝包 它有一個更小的迷你版本 15公分 那個是我最最最想要的 然後那個 我還沒有等到 我最夢幻的那個款 這個算是有點堵堵看 運氣很好就給我買到了 包包超好 也是真的 然後那個賣家剛好也是從日本進貨 通常日本進進來的包都蠻好的 像這裡是有加低扣 加了低扣之後就可以背長背帶 原本賣家付給我的長背帶 這些都不是相當於原本的 像我這個珍珠也是淘寶買的 這個低扣呢 是冰淇淋妹幫我買的 這個低扣我覺得質感非常好 所以如果你有買類似化妝包 你想要把它改成 剪背包手提包的話 可以換這個低扣 這個絲巾 也是冰淇給我用的 但因為它把手很窄 所以你可以換那種 這很細很細的小領巾 纏在上面才會很好看 絲巾都會有不同的風格 裡面也非常的能妝 裡面還有一個小的 開口 真的就是化妝包的樣子 只是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因為它原本就是化妝箱 是大家後來把它改造成 肩背手提包 不過如果在外面買東西的時候 它就會這樣一直開著 譬如說我要拿錢包 我就是整個化妝包會往下掉 就沒有那麼的方便 可是它非常的能妝 而且很多人來說我覺得它很適合 不然其它整體我覺得都超棒 我就真的很喜歡它 然後大小也很適中 也不會到太大 然後也不是那種嬌小的女生 拿了會覺得 好像真的拿一個大箱子的感覺 所以如果你有在找化妝包 又不想要這麼明顯的那種化妝箱的話 你就可以試試看這個造型的 接下來勒 我第一個買的Vintage 這個時候會買這個是雅各推薦我一個 Facebook的賣家 然後這個賣家一直到現在 它都很有品味 這包包都很特別 它都不是那種熱門包 都是比較偏冷門 有時候的包包你會一看就想說 這怎麼長那麼奇怪 但看久就覺得很難看 我已經把它設為搶先看 加上發現它每天八九點 都會發文之後 我就每天爬起來看 它不是很熱門的香賴包 可是我一看到我就很喜歡 因為它是大概1990或1991年代的 這裡有一個流蘇 因為後期的都會是一個Chanel的字 真皮的流蘇 然後這裡有雕花 雕花五金到現在還是非常的金 非常的漂亮 它的Logo是在底下 就是很小很可愛 而且皮的味道也是 喔好香喔 超級無敵喜歡 我第一個買到它之後 我覺得整個跌入 可能因為之前我都是觀望 它裡面的大小長這樣 它的一個手這樣嘛 所以你所有包包需要放的東西 都放得進去 就是mini iPad的話 我覺得也是可以的 而且我很沉迷於這種 凹陷的格林文的感覺 新的都會膨膨的嘛 但用了有一點歲月之後 我會這樣子有一種巧克力格文 我真的超喜歡 這個包包呢 其實大部分都是用來尖杯 如果你喜歡一點 你還可以把它背成流浪包的樣子 但是因為它的包包 也沒有那麼適合背流浪包的包型 它其實就是要很優雅的放側背 或是這樣 斜尖杯 它非常好用非常好妝 是我目前買到的 所有Vintage Chanel裡面 最好用最好妝最實用的一款 它就是側背、肩背、斜背 然後你拿東西也有拉鍊 裡面是黑色的 也不會怕髒 我用到目前 也沒有什麼刮痕 然後它的重量也很輕 唯一的重量就是 包包的鏈條的分量感 然後以前的五金過了這麼久 還是這樣亮星金閃亮亮 這個真的很漂亮 我真的很喜歡 然後我從日本的 超Q酷的包包的網站上 有看到很多類似這一款 它會有白色、粉紅色、米黃色 也都超級無敵可愛 我覺得它不是一個 你需要費盡心事去找的包 它就是一個 你剛好遇到很喜歡 你就可以買的包 我覺得它不太會爭執 也沒有什麼保值的空間 可是就是非常的好用 然後我自己很愛 再來一個呢 也是剛剛同一個賣家 我買的第二 這一個包包是有盒子的 我拿到盒子的時候 嚇一大跳 我想說 欸 怎麼長得像鞋盒 跟我想像中 香奈兒的盒子是不一樣的 所以如果有人知道的話 可以跟我說 這個我真的超級無敵喜歡 可是我有點不知道 什麼時候該拿 我想像中它應該會是秋天、冬天 在歐洲 或者去日本 在街上穿著大衣 乾冷的天氣 可以這樣手拿的 它超時貿 這個是賣家付給的杯袋 大家應該都會覺得 沒有杯袋用手拿很麻煩 所以這個賣家就有自己 附了一個戴帽感覺的杯袋 到畢竟這個戴帽就是塑膠 這樣拿起來的時候真的是 變成玩具 或者是因為照它這個大小 它身上就太大 它就是適合這樣子手搭著 這樣子的空間呢 基本上女生所有放在包包 以備品都已經放得下 它這個手拿包的巧克力 感覺超級漂亮 包放也非常的好 就很油潤 然後幾乎邊角完全沒有模式 你看 我上上禮拜才發現 因為雅各也很喜歡 收藏老鄉的包包 然後它就背了一個 比它再更小一點的尺寸 然後它把它當成特背小包用 好好看喔 我買家我說 它這個包包好像是冰反了 就那個時候有很多的 香奈兒的logo 是反著的香奈兒的logo 所以 我又覺得 欸好可愛喔 這是我的一個收藏 台灣最近又一直下雨 冬天要嘛就超爆冷 要嘛就突然熱到不行 這個包包就一直都沒有拿出來 可是我非常喜歡 我真的好期待哪天去日本 或韓國的時候 我可以把它拿出來用 在那種乾冷的秋天 它就是應該要在那個地方出現的包包 倒數第二個 是一個小到一個步行的 小廢包 也是我難得一個亮色系的包包 而這個包包是好好送我的 然後是雅各在奇摩拍賣上看到的 如果你要在奇摩拍賣 或蝦皮拍賣上買包包 其實你都要認真看評價 奇摩拍賣的賣家又會是比較好一點 有一個C在這邊 目前我買了它之後 除了裝信用卡還有口罩以外 找不到它還可以裝什麼 原本應該只有這一個包包 可是它配的這個皮鏈子的質感非常好 我目前收到就是賣家賦質感最好 然後顏色最搭的 看它就是這種 魚子醬的皮革 背在身上的時候非常的可愛 然後就很搶眼 當身上的一個小項鍊 一個小配件的感覺 我就覺得 喔這個好值得收藏 真的好可愛喔 我記得它有桃紅色啊 或是黑色白色 也都蠻Q的 那如果你真的很想買的話 其實亮色系 會比黑白色系更搶眼 這個也是蠻難找到的包包 所以也是我的珍藏之一 最後一個勒就是這個 我近期的愛包 然後這個是好好送給我的 生日禮物 也是目前的包包裡面比較貴的一個 這個呢是 有一個IG的賣家買的 然後這個IG賣家 它在新裝可以面膠 所以你是可以檢查包況的 它都是從日本進包包 它不收台灣的二手包 所以我覺得算是相對品質比較穩定的 它跟一般的方胖比 它真的是特別的可愛 它就是很復古 然後一看到就會寫我的名字的 比較特別的包 我喜歡老的方胖 我也喜歡這樣子的感覺 櫃上買到的那種 就是女生最想要的那個 不是我喜歡的樣 經典老的那種 五金很金很亮 那個感覺是我喜歡的那個氛圍感 所以它其實不是Vintage 它應該是近幾年的包款 可是它卻是這種 很特別的縫線 外面還有一圈這個滾邊 它這個系列那時候 還有一個熊貓的 那兩個都很可愛 可是那兩個更難找 所以我那時候一看到全黑的時候 賣家要說它也完全沒看過全黑 我說好好 還有冰冰 然後我的朋友們都說 對這個寶寶一眼就寫了你的名字 我就說好 那我想要買它 那因為好好也不知道送我什麼 所以我還就認了你的它 就是謝謝好好 這個呢 它很能裝 方胖真的很厲害 然後就是一個錢包 然後我會帶一個 我之前去忘月記的金油 我之前去忘月記的金油 我之前去蓋的紙原油 什麼銀利子噴霧 都要吃 火氣清新的噴霧 薄荷涼棒 香奈兒的唇膏 哦 我跟你說這個真的厲害 我妹妹之前在香奈兒的化妝品櫃工作 所以精品的彩妝的話 可以加入我的購物社團 它有很多門路跟管道 直接去拿到百貨公司 週年金跟折扣的員工 那因為這些是不能公開的 所以你們可以加入社團 然後它有消息的時候就告訴大家 因為這一支呢 其實是我那時候看到旅行YJ 它就發在IG上說 它這一支超好擦 過年的時候就問我妹妹說 欸我也好想買這一支 它就馬上從它的包包拿出來說 你說的這一個嗎 我就馬上搜刮 這一支超級無敵潤 不會有你在擦那種唇膏的乾裂感 然後非常的滋潤 顏色也超級無敵美 你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去試試看 或是買買看 所以我就會意外的 就是今天一整集 剛好都是香奈兒 因為我的手機不是換成iPhone mini嗎 mini放在這裡面完全剛剛好 然後我每次出門都還是會帶一個環包袋 這個是Lucy做的 我真的是每一個包包都可以 塞進一個它的這個折疊環包袋 這個袋子真的是無敵好裝 它可以放下所有你去便衣商店買的東西 就算你買哪一個這麼小的包包 它是非常好用的 因為它是這種雙鏈設計嘛 所以你可以背成特背 鞋尖背 然後你也可以把它背成這種 特肩背優雅的樣子 我覺得這個包型是特別適合這個側肩背 再繞短一點 例如說 往內這樣繞一圈 然後另一邊 往內再繞一圈 它就可以變成一個這樣子的包包 你也可以這樣把它多繞幾圈 之後變成超級無敵小的這個樣子 本身呢就是雙鏈條的方胖 是有很多不同背法 以上呢這幾款呢就是我去年一整年默默收藏的Vintage Chanel 雖然都不是熱門的包款 可是對我來說都特別有意義 然後也很有故事感跟一個回憶感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也很喜歡這些老包 歡迎跟我分享 然後我一樣會把這一次拍攝影片的包包配件的資訊 然後我的購物社團如果想要到妹妹買 精品或者是彩妝品的話 都可以從底下的連結去找 然後如果你想要知道這些包包都在哪裡買的話 請私訊我 我從IG私訊我會比較快回 就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下次見 掰掰